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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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中国肯定是要作为一个发展国家 我们仍然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寻求 这种增长速度背后的质量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怎么去实现我们的生态文明 怎么实现我们的科技创新 怎么实现我们的来自老百姓生活的这种提高 我们要在这个增长的轨道里 要拉入越来越多的目标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怎么去提高这个质量 增长的质量 我认为这个应该比那个速度本身可能更为重要 是的 质量比速度更为重要 那今天呢 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周教授 您开始您的演讲 给我们带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背后的故事 掌声欢迎 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能够给大家一起交流 那么今天我要演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故事 怎么来认识中国过去40年发生的这个经济增长 我想我们先聚焦于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地区竞争 当然我这里讲的地区竞争 是讲的地区的经济竞争 中国的地区经济竞争非常的激烈 当然可以有很多表现形式 其中一个可能大家都能看到的 就是每次国家统计局公布GDP的数据 你就会发现在媒体 经常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关于省份的GDP的排名 主要城市的GDP排名 甚至到了省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地基市啊 甚至还有区县GDP的排名 那这个排名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尤其是有些省份 比如它的排序相比以前下降了 那这些它的压力就很大 还有一个相关的例子 就是最近大家可能广为关注的 人才大战 这里也列了一些 列了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主要城市 竞相推出了吸引人才落户的这些政策 有可能是给你高薪 户口 还有这个住房补贴 诸如此类的这些优惠的政策 那这个人才大战 它的背后是什么 为什么突然一下子 各个地方都会竞相推出 越来越优惠的一些政策 上海提出什么呢 说你只要是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 你可以直接落户上海 我想这个背后它的潜台词其实很清楚 因为你能吸引到人才 尤其是高端人才 你就能吸引到高端的产业 你就能有新的增长点 你就会有高质量的增长 而这是现在国家最强调的 所以我想通过这些例子 你可以看到中国地区间展开的 这些激烈的地方 或者叫地区竞争 那这些竞争当中有什么特色 我想这也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地区间的竞争 你去看那些发达国家 可能也会在一些地区间 他们可能也会有竞争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 中国的地区竞争 我觉得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点 就是地区间的竞争 不仅仅是体现在 这些地区间的企业和产业之间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 这些地区间的地方官员 地方政府 他们也是重要的 甚至是更重要的竞争主体 也就是我们的这些地方官 他们对这些经济竞争的排序也好 结果也好 非常的敏感 第二点呢 就是你会看到 地方政府在地区竞争当中 扮演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他们对经济增长的热情 对招商影子的关注 我认为在世界范围里面 都是罕见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去解释 为什么在中国 这些地方政府 这些地方官员 他们有那么高的积极性 去寻求他们一个好的GDP的排名 寻求一个好的发展速度 这个背后有怎样的一个故事 过去40年 就是改革开放 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的官员竞争标准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地方官员 他们的竞争 在相当程度上 是跟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技巧 是挂钩的 而这个其实也不奇怪 因为从这个1978年以来 中国就已经开始转向了改开放 我们就把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 定位为什么 经济发展 围绕着经济发展 或者经济增长 为中心的政治紧标筛 为我们的地方官 去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这是我们刚才观察到的 地区间激烈的经济竞争 背后的制度基础 我们的以GDP挂帅 为基础的这个政治紧标赛 其实它是启动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模式 我把它称之为 官场加市场的模式 官员在官场上竞争 但是这个官场竞争的命运 相当程度上 启决于它的辖区的企业 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地方官员 它为了能够让自己辖区的企业 获得这个市场竞争力 它就必须要尽其所能 用动用它的一切资源 去帮助去支持它的辖区企业 怎么去赢得市场的竞争 所以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的政治紧标赛 其实启动了两个竞争机制 一个是官场竞争的机制 另外一个市场竞争的机制 而且这两种机制是 交织在一起 相互强化 因为市场竞争越激烈 地方官就面临更大的压力 要想出更多的办法 怎么去帮助它的企业 在这次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 能够胜出 这两个机制 它们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讲的 官场加市场的一个模式 当然你会说 这个官场加市场这个模式 它到底带来了什么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所以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地概括一下 就是官场加市场 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 我认为至少解决了三大类的问题 第一大类的问题 我把它简单地称之为 叫把市作对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 其实在很多发展国家 政府其实可以发挥 它的有为政府的作用 比如说修建基础设施 给我们的企业 提供更好的产业发展的条件 比如产业员 产业集聚 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这都是政府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知道 在很多发展国家 政府其实是没有做 它应该做的事情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场 加市场的这么一个机制里面 地方官 就按照我刚刚讲的 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命运是 依托于什么 依托于辖区里的企业 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所以这样就使得 他们的利益高度一致 所以地方政府就会用 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 不管是土地也好 不管是融资也好 包括政策 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段 他会想办法什么 想办法去帮助他本地的企业 去获得更大的发展 所以这样的话 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有为政府的 这么一个角色 为什么是叫把市作对呢 这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应该做的 所以官场加市场这个机制 它会促使他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是第一个 就是带来的作用 或者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我把它称之为叫防止做坏事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知道政府或者我们说官员 他们手里的行政权利 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是自由裁量权 在一些转型国家 政府经常扮演掠夺之手 就它经常会什么 政府它不仅可能没有扮演 它的看得见的手 它可能是一只闲不住的手 它有可能会 它不仅有时不作为 它有时还会乱作为 那官场加市场这个模式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这个官场加市场 我们是有市场机制的 也就是我们的企业 它可以在A地区投资 它也可以到B地区投资 所以如果它发现 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差 它就可以把投资转移到什么 转移到其他地区去 而地方官员又要想尽一些办法 为了它的官场竞争的结果 它又想办法吸引这些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它 不管它的权利潜在的 具有怎样的韧性和钻断的可能 它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想办法 抑制住这些韧性 要想办法怎么谦逊地 去为企业提供服务 怎么去保护企业 在本地区的投资利益 从而来吸引更多的企业 来到这个地方进行投资 这样的话能把它的 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能够推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对的事 这个怎么理解 就刚才我们讲了 官场驾驶场 让地方官 它有很大的动力 去帮助本地的企业去发展 但是我们说 即使基地问题解决了 你怎么能保证 政府做的事情 政府推的事情 政企的合作 不管它多密切 你怎么能保证 它这个政企合作是有效的呢 是有市场的这个 这个竞争的潜力呢 那我认为官场加市场 提供了这么一个 非常重要的信息反馈 和引导的机制 为什么呢 因为地方官员跟企业 他们可能一起探索 我们这个地方 适合发展怎样的产业 哪些产业可能适合 我这个地方的禀赋条件 但是这只是一个设想 但最后呢 最后它所有这些努力 都要最终经受什么 市场的检验 因为我们有个市场竞争机制 所以市场竞争机制 反过来 其实是给我们的政企合作 给辖区里的政企合作 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反馈和引导的作用 它告诉你 你们这种合作 你挑的这个产业 其实是市场上 是没有竞争力的 你必须要改变方向 所以你又要必须去重新寻找 重新去优化 或者重新去探索 所以我认为 官场加市场这个机制 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 反馈机制 让你去做对的事 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 它不愿意去花很多钱 做研发 为什么我们现在 我们地方在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医疗 对吧 我们的很多民生问题 官场加市场不是一个 完美的机制 它不能保证 碰到最好的结果 但它确实可以避免 最坏的结果 上一节周立安教授讲到 官场加市场的模式 极大的促进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如果这一政经互动模式 真的有效 又要如何解释 中国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呢 为什么同样是 官场加市场的模式 有的地区政企合作成功 经济增长持续而强劲 而有些地方 则不是这样的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立安 继续从地方竞争的角度 深入分析 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故事 我们看到一些沿海地区 做得非常成功 比如说江苏的昆山 他们通过它 从八十年到九十年来开始 他们推出了非常高效的行政服务 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台湾的企业 到昆山去落户 去生产 所以昆山就有小台北之城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台字企业 在那里集聚 做大产业 所以这也使得昆山 实现了在中国百强县里面 它是处在非常非常领先的位置 大部分人应该是排在第一的位置 好 这是讲的 政企合作 做得非常成功的地区 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 不少地区 政企的关系 可能会非常紧张 当然我这里说的政企关系 讲的是政府 地方政府和什么 民营企业的关系 在民间就有什么 投资不过三海关的说法 东北经济的下滑 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吧 我们其实在媒体看到 很多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其实我们知道东北 曾经是拥有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础 和交通设施 这么好的一个区位 这么好的一个工业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经济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衰败 我相信这个过程 肯定也很复杂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是从我的角度 我其实就想从官场和市场 这两种竞争机制 在这个地区的运作 从这个视角来做个解释 首先你会注意到 东北在过去 从90年到中期就爆出了 关于跑官卖官的这样一些窝案 那么最近的这个反腐 也让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出现过他方式的腐败 这个腐败里其实很多都是跟什么 跑官卖官 跟裙带主义 甚至数据造假 都跟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东北 经济的这个下滑 可能在相当程度上 跟这个地方的官场的生态 有很大的关联 这个地方真正给我们的地方官的导向 可能不是你的经济发展的绩效 而更多是一些 跟经济绩效没有关系的 跟人脉啊 或者跟金钱有关的一些因素 那这样肯定会导致什么 导致我们的地方官 甚至我们的基层官员 他的行为 他的激励都会发生扭曲 所以这是一个维度 另外一个维度呢 我们从市场竞争的维度来看 东北我们也知道 它是以国企 为主导 而且这个地方也有很多 垄断性的 资源性的行业 在这个东北经济当中 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地方对市场竞争的 这种敏感度 也自然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官场的生态 市场竞争缺乏敏感度 那这两个再结合到一起 在别的地区 官场竞争跟市场竞争 它是相互强化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认为 东北经济的下滑 根本上 是因为官场加市场 双重竞争机制 在这个地区的失败 是双重失败带来的 我看有些分析说 为什么东北经济下滑 是因为这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的禁的流出 我认为人口的禁流出 应该是这个地方经济衰败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甚至我也不认为说东北问题 东北振兴的问题 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用我刚才的分析的话 如果你不在它的官场生态的治理上 如果你不去扭转这个地方的官场的风气 我想东北经济的振兴 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想做一个小的总结 就是我们的区域经济增长 在中国这样一个震惊环境下 它的奥秘是什么 我认为一个地区 它的经济增长 如果实现了成功 不一定是这个地方有最好的自然条件 或者有最好的区位条件 而更多是什么 是因为这个地方实现了官场跟市场 两个竞争机制的结合 更重要是实现了政治企业家 和市场企业家的一个匹配 一个完美匹配 反过来讲 我们说一些经济发展最失败的地方 它不一定是这个地方自然条件最差 或者说区位条件 经济发展基础最薄弱 而是什么 而是官场加市场 它的这种双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是最薄弱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去理解 中国过去40年 我们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过程 尤其是怎么去理解我们地区间 增长的差异 我想这个可能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但是这个模式有它的问题 就像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40年 我们的高速增长其实也伴随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刚讲的这个地区竞争 但其实还有它的另外一面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地区合作 应该是经济的一体化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但你会发现在中国的话 区域经济一体化就面临很多的阻力 我认为这个阻力不是来自市场 是来自什么 来自官员 假论我们两个省是相互相邻的 对吧 如果我们要去发展 比如说我们临近地区 我们省交界地带 如果我这个临近线发展了 我的GDP提高了 但是它也会溢出到你的临近 就是你这个省里跟它临近的那个线 那这样的话 你的经济发展也跟着收益了 那等于说我花了努力 让我们两个省的GDP都提高了 但是我们的差距还是一样的 那我的努力 就没有得到什么政治收益 甚至可能你的艺术效应 比我得到的效应还要大 结果你可能还超过我了 那我更不愿意合作 所以这就解释了 中国的贫困县 大部分是集中在什么 省交界地带 就是大概我看过 三分之一的贫困县 是集中在省交界地带 官员他不愿意发展他的边缘地带 因为边缘地带最容易产生什么 对另外一个临近地区产生益出 所以他愿意把他的经济活动 更多地放在他的核心区域 放在内部的区域 这样的话肥水不流外人田 所以我想这个就可以解释 中国地区竞争非常激烈 但是地区的一体化 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这是官场竞争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 另外一个负面影响是什么呢 就我们说两个官员竞争 他们都有具体的任期 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 他为官一任 他有可能做个三年 有可能做个四年五年 那我作为官员 一个理性的官员 我会关心什么 我会关心我任期内的经济绩效 但是对于这个任期之外 可能带来的那些影响 我会关心吗 我可能就不那么关心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什么 官员行为的短期化 那这个官员行为的短期化 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地区 很多地方政府 他不愿意去花很多钱做研发 做科技创新 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花时间 而且他后面产生的影响都是什么 都是长期的 短期收益不明显 所以他不愿意干 为什么地方官他愿意去借债 对吧 拼命地借债 推动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因为他不用关心 他如果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债 也跟他没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 这就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 我们地方债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 你可以看到 这个短期化行为 对我们的经济增长 带来了很多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官员考核 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 从官员自己的角度来讲 他经常会讲 硬指标和软指标 所谓的硬指标就是 他一定要想办法去实现的指标 对他的近身 比重非常大的指标 软指标是什么 是那些可能都没有 进入到考核的范围 或者进入到考核范围的话 比重也非常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医疗 对吧 我们的很多民生问题 地方政府 他没有特别关注 就是因为 他服从的是 官场竞争的逻辑 这个逻辑里面 自然就会去忽略那些 不进入考核 或者不进入他 关注范围的那些 重要维度 所以我觉得 这恰好可以解释 过去40年 一方面我们实现了 高速的进行增长 但另一方面 我们这个增长模式 也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吧 污染的问题 对吧 缺乏这个 自主创新的问题 还有像包括 地方债啊 金融风险啊 像这些问题 我想都是跟 这个增长模式有关联 而且从根本上 可能也都能追溯到 官场加市场 这个机制里面 它的短板 和它的不足 所以我说 官场加市场 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制 它不能保证 创造最好的结果 但它确实可以 避免最坏的结果 环保不达标 那么地方官 这一年 它的各种平优 机会就没有 它的晋升 机会就没有 这是一票果决 人才大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它会带动这个地方的 教育和医疗的改革 政治锦标赛 有哪些最新发展 下一步又将如何转型 下届回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周立安继续深入解读 上一节 周立安教授给我们分析了 官场加市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模式 如何助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也提到了这种模式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而近年来随着中央对官员考核标准和机制的改革 这场政治锦标赛又有了哪些新发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立安继续深入分析 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最近这大概十年的时间 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的中央或者国家的部委 它开始把一些权力逐渐就往上收 比如说司法现在也是上管一级 对吧 然后我们的环保也是上管一级 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土地管理 也在上收 这意味着我们的地方政府 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综合治理的这种权力 已经被减少 对吧 已经受到了限制 还有一个呢 就是随着这个近年来我们强调 依法治国 那这就是国家对地方政府的运行 对它的制度化 规范化 方方面面 我们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地方政府 必须在更多的制度约束下 去参与地方竞争 去实现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最后一点 这也是这几年表现非常突出的 就是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 这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去面对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你比如说2011年 中央就提出要把环境保护 纳入到官员的考核 而且要实行一票否决 所谓一票否决就是 如果你这个环保不达标 那么地方官这一年 他的各种平优机会就没有 他的晋升机会就没有 这是一票否决 他不要求你做得更好 但你至少你不能做差 一旦做差你没有达标 那你其他的相关的这些奖励 你可能就实现不了 这要一票否决 这是这个2011年 那么到了2012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 那么就提出什么呢 提出要对官员 就对那些 对环境造成伤害的这些官员 要建立这种终身追责的这么一个制度 你不能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就跟我没关系了 那在环保这个问题上 不一样了 那么后面的一些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是他的这个权重 对这个资源的省耗啊 对环境保护的这个考核的权重 在不断提高 对他们的责任追究的方式 规定的越来越明细 而且这种责任追究 包括对你的这种约谈啊 还包括对你的这个组织的一些处理啊 甚至包括司法的处理 都已经提到了这个意识之城 还有就是到最近 甚至提出对地方官这个环境的这个问责 我们现在提到的是叫党政同责 过去呢 我们的问责主要是集中于什么 集中于政府的首脑 或者地方政府的领导人 但是一般地方的党委领导 他是不在这个问责范围里 但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问责的对象 已经扩大到了 这个地区党政这些领导人 都同样要面对这个环保的这种问责 所以总的来讲 锦标赛 对我们地方官来讲 跟原来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过去呢 是放手做事 而且基本上是单目标 就是主要是关注经济发展 现在呢 是束手做事 就是你面临更多的约束 同时还要实现更多的目标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地方官 在这样一个地区竞争当中 他们面临的新的挑战 我想这也是政治紧标赛本身在发生的一些 深刻的一些变化 好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讨论一下 紧标赛下一步 应该朝怎样的方向转型 首先我想说 政治紧标赛作为一种官员激励的制度 它确实是很好的解决了地方官员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实现中央的一些目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机制 所以我认为这个机制有它的作用 应该维持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确实要对它进行优化 这个优化呢 既包括对它的考核指标的设计 我们要更加的科学 对吧 我们要优化这些考核的这个指标 完善这个考核指标 另外呢 我们要想办法怎么对这个 官员的这个升迁 选拔 评价过程 也要加强考核 加强这个监督 三也就是怎么让这个 官员的这种评价考核和提拔 尽可能实现它的竞争的公平公正 从而给我们的地方官提供一个合适的激励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认为 还是要进一步 给市场 给市场松绑 让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还是应该什么 尽可能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监管和审批 那在这方面 我们的行政审批的改革 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怎么去建立这种政府权力的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 对吧 怎么还权力赋能于市场 我认为这个还是 对我们完善这个锦标赛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作 最后一点呢 我认为应该在我们传统的 这种至上而下的考核 这是最典型的 政治紧标赛运行的特征了 都是上级的组织部门 对吧 来考核下级的官员 来决定下级官员的升迁 这是至上而下的一种考核机制 但其实我认为 在政治紧标赛未来的发展当中 我们应该开放另外一个机制 就是至下而上的考核和监督 这个至下而上呢 你可以有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监督的主体 有的呢可以来自 比如说地方的人大和政协 对吧 他们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 他们对官员的所作所为 也会有很密切的关注和了解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要让我们这个辖区里 这些老百姓和企业 因为他们是政府公共服务的 真正的受众 他们是可以对政府的所作所为 做出真正的评价 而且给定我们现在 移动互联技术这么发达 对吧 我们通过手机对你所 跟政府接触过程当中 你产生的感受 你要做一个点评 这是很容易发生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 尽可能去让我们的百姓 让我们的企业 也能够参与到 对官员行为的一个考核和监督当中 而且尽可能能建立起这样一些 类似于公共服务 比如说质量的这种排行榜 对吧 或者营商环境 跨地区的排行榜 通过这种排行榜 也相当于是把这个 锦标赛机制 把它运用到公共服务 运用到营商环境 这样一些更加细致的领域 来倒逼我们的政府部门 让它进行什么 进行改革 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来让他们真正去为 这个地方的企业 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做出他们真正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 政治紧标赛在过去40年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但是它本身 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也有它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 它未来还是需要 进一步去改革 从而为我们中国的经济的转型 提供一个更好的 一个制度的基础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周教授 刚才给我们讲到的 这样的演讲 我们来听一听 现场观众朋友 哪些问题 想向周教授进行提问的 周教授您好 刚才您演讲中也提到了 我们现在各大城市之间 正在进行非常激烈的 抢人大战 那么他们也是纷纷 提出了各种各样 诱人的优惠落户政策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 这些政策的呢 还有我觉得 吸引人才只是第一步 如何让人才留下 才是最重要的难题 那您是如何认为 这些城市 留住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人才大战 其实他们的聚焦点 当然我没有去研究 每一个城市的 这个人才的这种 优惠的这个政策 但确实你会看到 大部分的政策 是聚焦在户口 对吧 薪水和住房 那么这些 我想这可能是 对年轻人来讲 或者对一个 高端的人才来讲 他去那个地方 他要想到 他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生活 除了工作之外 能不能有个好的生活 能不能有个好的环境 甚至包括 这个地方的教育和医疗 所以我认为 这个人才大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是什么 不仅仅说是因为 它可以引发 新一轮的这个地区竞争 我认为最重要是因为 这个人才竞争 它会带动这个地方的 教育和医疗的改革 他要想办法 怎么去发展 这个地方的教育和医疗 它才能吸引大家 来到这个地方 而我们前面讲了 原来这个教育和医疗 都不属于地方政府 特别关心的 这个政绩目标 但现在这个人才大战 因为涉及到人的问题 涉及到工作 涉及到工作地的选择 涉及到小孩的教育 还有医疗 养老 像所有这些相关问题 所以我说 人才大战真正的意思 撬动了我们城市 它必须要想办法 怎么在这些 这些被老百姓 非常关心的这些领域 怎么去推动 下一步的改革 包括突破这个户籍的制度 包括我们 打破这种 教育资源的垄断 包括医疗资源的垄断 我想这些东西 都提出了很多新的命题 所以我从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人生大战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一个现象 感谢周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演讲 也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 您给扫脑屏幕下放到 RM来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互动 下一周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 校竹言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